我们爱多美公司对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判断自己要不要去经营爱多美的一大基准 就是如果认为自己即使不经营爱多美商务 也需要使用爱多美产品 那么就可以来经营爱多美 如果说自己所用的产品比爱多美更加的物美价廉 那么就绝对不要来经营我们爱多美商务 若勉强来经营爱多美的话 很难取得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人都是有良心的 把自己都不愿意用的产品去卖给别人 这种生意可做不长 但如果认为自己即使不经营爱多美商务 也愿意青睐爱多美那物美价廉的产品 那么各位就可以来经营爱多美 一旦决定投身从事爱多美 就应该把目标定为踏上成功之路 如果说从事爱多美只能做到养家糊口 那不叫成功 只能算是敷衍度日 所以各位一定要踏上成功之路 在这个世界上成功人士可真的不算多 一般人从零岁到三十岁都在为人生做准备工作 做什么准备呢 那就是学习 从三十岁到六十岁 人们都会去工作 然后从六十岁到九十岁呢 就迎来了人生的晚年 养老 也就是说我们学习工作养老各需要三十年 但最近有一则传闻让我们人心惶惶 人类寿命有望达到一百二十岁 看来我们将面临的养老问题十分严峻啊 年老之后若既没有钱又有病 那该将是一种多么痛苦的余生啊 所以我们应该预先找到一条可以避免这种痛苦的人生道路 依据相关统计表明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成为成功人士 即成为一名富翁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一百个人中只会产生一个有钱人 只有四个人不必担心生计问题 其余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其实都过着一个失败的人生 为何大多数人辛辛苦苦 一辈子为过上一个成功的人生 起早贪黑的努力打拼 而仍然无法获得一个成功人生呢 曾经有一位叫卡内基的人士 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卡内基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 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钢铁大王 虽然离世甚早 但他所创立的卡内基基金会 却仍在不断进行慈善事业 卡内基曾经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自己再次出生于那个贫寒家庭 是否还会像今天这般有所成就呢 抑或今生这般成就 不过是出于运气好而已 思来想去他得出一个结论 即便在那个贫寒之家重生十次 重生百次 自己仍然会像今生这般成为一名成功人士的 这是因为 他已经掌握了成功的法则 成功的方法 他了解到 之所以很多人无法取得成功 是因为不知道成功的方法 成功的法则 后来他下定决心 要把成功的秘诀告诉他人 因此他最后从事的事业 就是把成功的法则 成功的方法 成功的方法 告诉更多的人 这成功的法则呢 并非出于人为制定出来的 不是卡内基定出来的 而是原本就存在的法则 他只是将此法则付诸了十件而已 只要按照法则行动 就能获得相应的结果 如果A加B得C 那么这就符合法则 如果A加B得出了D 那么这就不属于法则 因为这是原本就存在的 所以一位叫史蒂芬科维的人 称此为正北方向的原理 北边是已经定好了的 不是我们随便说 这里是北边 那么这边就是北边 因为北边原本就是定好了的 这也可以被称为自然的法则 水从上往下流 这属于自然的法则 有的人也称此为农场的法则 农夫耕田时 理应遵循自然法则 若想在这片寒半岛土地上 种植水稻的话 就要在春天插秧 秋天收割 若在秋天插秧 则会颗粒无收 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循自然的法则 同理成功的法则 也是已经定好了的 只有按法则做事 才能获得成功 如果违背法则 那么绝对无法取得成功 如果我们真正了解 那些成功人士 所教导我们的成功法则 就会发现 这道理其实与农夫耕田的道理一样 若遵循自然法则 大部分人就会获得丰收 同理 若在人生中遵循成功法则 那么大部分人 90%以上的人都会取得成功 也就是说 在座诸位 所有人都可以成为 月收入3000万5000万韩元的 有钱人 取得人生成功 并没有那么难 就像耕田一样简单 好 我们说 农夫耕田时 应该最先做什么呢 有人说 准备稻种 有人说 购买水田 有人说 准备农积聚 有人说 准备农用资金 总之众说纷纭 农夫应该最先做的 乃是盘算好收获什么 收获多少 若想收获石麻袋大米的话 那么他就要去准备稻种 或是购买水田 也就是说 他会根据自己脑海中 收获石麻袋大米的这一目标 来安排一切农业活动 比如购买水田 稻种 购买水田农积聚 以及准备相应的劳动人手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来耕耘自己的人生田园呢 如何使人生拥有一个丰收的秋天呢 各位 现在就要在脑海中勾画好 自己三年 五年后 所憧憬过上的那种生活 若想在秋天收获石麻袋大米 就必须先在脑海中盘算好 这石麻袋大米 这样秋天时才会收到自己所期望的结果 因此 各位应该在脑海中 清晰明确地勾画好 自己在三年 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甚至在离世之时 自己应该拥有一份怎样的生活 不过这个做起来嘛 却有点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受造之物 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受造之物呢 人拥有一副身体 我们称之为肉体 人还拥有灵和魂 此外 我还被周围环境所环绕着 人即是由以上四大要素所构成的 这四大要素的需求各不相同 我们只有均衡地满足了这四大方面的需求 才能称得上是一名真正的成功人士 具体来讲 肉体的需求 第一 就是健康 第二 长寿 第三 过上富裕的生活 达到以上三项 才算是过上了好日子 第二大方面 灵 唯独我们人有灵 动物则没有灵 灵具备一种时间上的概念 圣经上记载 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人的本性之一 即在于追求永恒 人的灵 会发出无言的属灵的渴求 动物没有灵 也就不存在属灵上的需求 若把猴子或其他动物 带到人类文明社会 他们也不会进行祭祀 或去礼拜堂做礼拜 而就算是住在热带雨林中的 原始部落的人 也都懂得崇拜神灵 所以说 人有灵 故而 存在属灵的需求 灵的需求 还包括 去爱他人 同时得到来自他人的爱 这种爱的需求 而魂的需求 则表现为 探索未知世界的求知欲 因此 魂具有求知学习的需求 同时 感情上的喜怒哀乐 也属于魂的范畴 最后 我们对于周围的环境 及社会 自然环境 具有一种 愿意做出贡献的欲求 希望 过上 做出贡献的生活 我们 只有过上 均衡满足 这四大需求的生活 方可以称得上 实现了成功人生 但这四大需求 并非是彼此 孤立性的存在 这四大需求 理应完美地 融会在一起 只有这样 我们的人生 才会迸发出 真正的热忱 但若将其彼此 分离开来 人生就会 索然无畏 甚至会发出 这样的疑问 即便过上 好日子又如何 大凡心中 怀有这般怀疑的人 都是那种 心中没有爱的人 我们之所以要过上 我们之所以要过上好日子 是因为我们都有自己 所心爱的人 我若过不上好日子 儿女就会跟我一道受苦 父母都在殷切盼望着 我们都能够过上好日子 何为父母之心呢 孩子能过上好日子 自己这辈子才安心 在座的 诸位男士 请注意 你们过不上好日子 妻子就会跟你一起受苦 各位女士 你们也要过上好日子 是丈夫不必 每一天都工作得好辛苦 请大胆向丈夫承诺 从现在开始 你好好休息 尽管去享受以前 虽然想 但未能享受过的 个人爱好生活吧 你不是爱打高尔夫吗 从今天起 每天都出去打高尔夫吧 你不是喜欢钓鱼吗 今后每天都去钓鱼吧 孩子们 你们都不喜欢上学吧 别去了 去旅行吧 我们之所以要过上好日子 乃是因为有自己所爱的人 例如 我们若有条件 大可以对子女表示 你们无需去操心赚钱 妈妈会为你们准备好 这辈子所需要的钱 你们这辈子也不用为钱而担忧 不用为赚钱而工作 大胆去过为他人 谋幸福的生活吧 或找一份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做 哪怕赚不到钱也没关系 只要你喜欢就好 各位若成为这样的妈妈 孩子们会不会更欢喜呢 肯定会更欢喜的 在儿女面前 为人父母者就该做到这一步 儿女呢 其实以后更会赚钱的 因为他们所从事的 乃是他人不去做的领域 也就不存在激烈的竞争 因此我们要改变头脑意识 我们一定要过上好日子 通过求职学习就会明白 我们就应该过上好日子 因为周围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我每当看到电视上那些不幸的孩童时 总会难过的流泪 每当此时 儿子们又会嘲笑我 爸你怎么又苦了 不要想着日后有钱时再去帮助他们 若那样则无法帮助他们的 因为当成为有钱人后 我们就会天天忙着花钱 因此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尽量去帮助别人 公司创立初期 尽管我们自己也很穷 但还是去努力帮助他人 一开始只能捐赠几十万而已 当时我们选择帮助附近生活贫困的 小学生 中学生 高中生 以及大学生各两人 我们会帮助他们支付学费 并腌制泡菜赠送给附近的老人 我们总是尽力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 为能做出这种社会贡献 我们也一定要成功 若我们成为一名成功人士 就能不断扩大慈善捐助范围 为能过上诸人为乐的生活 我们也要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 换而言之 我们之所以要努力赚钱 就是为了能够乐善好事 在花钱方面嘛 男人除了一些不良嗜好之外 就没有可花钱的地方了 女人呢 女人花钱可不是因为什么不良嗜好 因为女人有好多需要花钱的地方 比如说女人的项链就分好几种 有金的 银的 珍珠的 珍珠项链也分好几种 单串的 双串的 大珠 小珠 黑珍珠 白珍珠 最近还出了粉珍珠 包包也分大款 小款 横胯包 鞋胯包 衣服也要按不同季节 来选择不同的颜色款式 包包至少要有12个 鞋子也是一样 高跟 低跟 前面尖的 圆的 男人呢 只需要一套西装就可以了 领带有几条就足够 女人则不同 他们要准备好多裙子 连衣裙 双套裙 三套裙 长裙 迷尼裙 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女人花钱不是罪啊 女人可以多花钱的 男人不能随便花钱 我们 都有自己所心爱的人 所以一定要过上好日子 这就是我们的意志 尤其对在座的男士 我有很多话想说 请不要让妻子做以下三件事 做饭 洗衣 打扫 婚后 妻子就该成为你家的家庸吗 为何要让妻子做饭 洗衣 打扫呢 他们已经做得太多了 现在你要努力赚钱 让妻子远离这些 各位女士将来也不要做饭 洗衣 打扫 我们一定要想着成为有钱人 因为只有当我成为有钱人 才能让回家的丈夫感到舒适 因此你若真爱对方 就一定要成为有钱人 还要好好学习 学会爱 表达爱 爱也是一门技术 一门学问 我们不能只用口头来表达 我爱你 总之我们若想要取得人生成功 就要使这三大方面融会在一起 这样才能激发出真正的热忱 人若对工作毫无热忱 则说明他心中的爱活已然熄灭 这种人就是坏人 人心中若没有爱 就是一个坏人 所以我们应该均衡地 来满足这四大方面的需求 即过上好日子 彼此相爱 求之学习 做出贡献的生活 这种生活就叫做均衡的生活 故而说 走在这段人生旅途上 我们脑海中的意识想法 真的很重要 我们要把这四大需求 在脑海中勾画出来 但这种人生蓝图 真的很难勾画 因为这好复杂的 越是复杂 财富越在其中 因为容易赚到的钱 都被人赚走了 所以我们应该学会 思考比较复杂的问题 我们的脑海 拥有巨大的能量 诸位可知道 爱多美公司是如何出现的吗 如何出现的 啊 乃是通过我脑海中的 想法出现的 那时我开着一辆 280万的二手车 招来17个人 对他们讲爱多美将成为 一家世界级企业 未来诸位将成为皇家 大师 约收入达到5000万 当时台下只有17个人 我开的只是一辆 280万的二手车 因为付不起1000万保证金 花费三个月时间 才找到一处办公室 包括我这个社长 公司总共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社长 一个是副社长 虽然条件非常艰苦 但我还是努力打拼奔走 因为从一开始 我就充满信心 直到自己会成为 今天爱多美的会长 所以从一开始 我就是爱多美会长 在我脑海中 总梦想着建立一家 覆盖全球的流通企业 因为我坚信 只要按原理原则行事 最后一定会大获成功 后来我果然梦想成真了 我应该把自己所憧憬的梦想生活 在脑海中拍摄成一部人生电影 名字就叫某某的人生剧本 具体格式如下 这里有一个圈圈 在这里写上肉体 灵 魂 环境 这几大方面需求相关的内容 每一个大方面 至少要写一个 写两个也好 首先过上好日子 是指身体健康 因此要把健康填进去 之后还要过上富裕的生活 要过上富裕的生活 就要解决衣食住行 现代人已经解决了衣食 这两大问题 我们吃的太多 反而不健康 衣食问题 现在已经不是问题 想必各位家中 有很多不穿的衣服吧 如今韩国人 已解决了衣食问题 那还有什么问题 是没有解决的呢 那就是住房问题 过上好日子 指的是我们能 住进一栋好房子 健康地去生活 时下 我们的生活 已经离不开汽车 即使住房再好 如果整天 还是需要几大巴 去上班买菜的话 这又算什么好日子呢 故此一定要拥有汽车 下一项 彼此相爱 我们不仅要尽孝 还要为儿女 做好各方面准备 在求职学习这个领域 不仅包括教育子女 还可以写上我们自己 想尽修学习的内容 在做出贡献的生活中 包括参加慈善活动 捐款等部分 还有若想过上还日子 就要拥有大笔银行存款 偿还一切债务后 账户上还要有一大笔钱 若银行账户上有一大笔 完全不受账户干涉的存款 比方说一亿到两亿 想想都觉得十分美好 对不对 若有五亿到十亿 那就更加的妙不可言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也应该拥有一大笔银行存款 还有什么呢 旅游 兴趣爱好等等 都属于过上好日子的范畴 我们要把与之相关的内容 一一填写到这里 写的时候 应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去填写 若有人对自己现在的住房感到很满意 那就不必填写住房方面的内容 这里还有刻度来表示分数点 分数为十分制 通过打分数 可以标示出 你对现今生活状态的满意度 比方说你生来身体就好 现在也不错 那就可以打五分 你若想住进七十平的公寓楼 而现在的房子只有三十五平 那分数就很低了 慈善义工几乎为零 存款几乎为零 打完分数后将其连结起来 把所有的项目分数相连之后 就会形成一副人生车轮的模样来 若车轮模样又小又别 那就说明人生非常不如意 若每个项目都是满分 那就会连结成一副 又大又圆的人生车轮 请看一下自己的人生车轮 有多么小 多么憋 使其变得又大又圆 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 若想获得满分十分的话 比方说要怎样健身 怎样解决住房问题 怎样解决汽车 尽孝子女教育 慈善义工 存款 旅游 兴趣爱好等问题 我们都要具体细致地 写在这些方框里 不能指大概性地写下 一栋好房子 一栋大房子 房产中介问我们 你想买哪种房子 我们若回答好房子或大房子 对方一听就知道 不是诚心买房的 写的时候应该清晰标明 到底是公寓楼还是独栋楼 亦或个人别墅 并且还要清晰地标明出面积 例如填写住房的时候 最好应该具有阶段性 譬如现在所住的是全租房 保证金呢 比方说是三亿 我们可以写上到何时为止 我要搬进价值十亿的 五十平公寓楼 还要标明该公寓楼的售价 第一 要写得很具体 第二 要标出明确数字 数字包括日期与金额 我们一定要这么写 如果把这些填写完毕 就会明白自己梦想 住进什么样的房子 譬如现在虽然住在 五十平的公寓楼里 但我所梦想的公寓楼 至少要有五个房间 这样面积最少是七十平 汽车 譬如现在 开的是索纳塔 但非常想开上 奔驰S 若认为奔驰S太大 那就可以改成奔驰SL550 就这样填写即可 还有人说要开保时捷 总之 要在脑海中清晰明确地 把这辆车勾画出来 接下来写如何对父母尽孝 请不要觉得 只给父母零花钱 就算是尽孝了 只给父母二三十万 就算是尽孝吗 难道不应该孝敬他们生活吗 生活费的话 每月至少应该孝敬父母 二三百万 因为老年人需要花钱的地方更多 若尚未解决自己的生活费 就难以孝敬父母 那么我们可以从经常打电话做起啊 每周给父母打一次电话 人人都能做到吧 这样做 父母会很高兴的 我们总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同时向着最终目标前进 那些总说有钱后 在做慈善的人 真赚钱后也不会做的 因为届时他们会忙着到处花钱消费 因为在自己本身就很难的时候 我们若不从现在 就养成去帮助更贫困人士的习惯 将来赚了钱也不会做慈善的 故而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多参与慈善活动 总之我们应该在脑海中 将自己所憧憬的美好人生 拍成一部栩栩如生的人生电影 我刚说过 填写时应该标明具体数字 在这里一一填写上所需要的金额 就会出现一个具体性的金额数字 一对比就会发现 月收入三百至七百万根本不够 这点钱无法成就我所憧憬的生活 这点钱也无法激发 我对成功人生的热忱 最终只会对自己妥协 我就喜欢当一个小市民 小市民好什么好 一点都不好 我就做过三年小市民 当时公司倒闭 我搬进一处月租五十万的房子 住了三年 这段经历告诉我 小市民一点都不幸福 如果诸位天天梦想着成为有钱人 成为社会精英 就一定会梦想成真的 因为那些有钱人 当初皆因心怀这种梦想 才最后走向成功的 各位说 自己的梦想是成为有钱人 谁会阻止呢 请大胆宣布出来吧 将来我要成为一名 月收入三千万五千万的有钱人 朋友 你听不听我劝 是你的自由 不过以后可不要怪我 事先没有告诉你 做爱多美可以赚钱哦 请放胆高声宣布出来吧 我们 就是要敢于做出这种豪言壮语 不应该成为那种 在内心深处 不断质疑 嘲笑自己无法做到的人 以前 在那段贫苦艰难的岁月里 我就梦想着成为有钱人 不过 那时我对自己 是否能成为有钱人 并没有百分之一百的信心 当时 我身患重病 也无法正常工作 只有区区百分之一的念头 向着要成为有钱人 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念头 全部都充满着沮丧 希望 即使再渺茫 尽管只有百分之一 我们也要朝着希望迈进 请设想一下 自己被困在一个山洞中 眼前一片漆黑 周围都是岩壁 远处 隐隐约约 能够看到山洞的入口 此时我们就应该 向着远处洞口 那一团微弱的火光 一步一步的前进 走出这片黑暗 我当时的心境就是这样子 人生几乎陷入绝望 看不到出路 自己也觉得自己无法东山再起 但我只能选择去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终能走出这片黑暗 越是没有希望的时候 越是应当怀有希望 若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人生就真的彻底完了 各位 我告诉你们没有希望时 唯一的希望就是拥有希望 在那段 人生 最 低谷的时期 我曾经百次千次 对自己重复这句话 我绝对不能让自己陷入绝望 因为我有自己所心爱的家人 若我不振作起来 妻子将依靠谁呢 孩子也会跟我一起受苦 父母也会因此万分悲伤 就这样 那时我为了自己所心爱的人 绝对不能让自己陷入人生绝望的困境 过去 或许各位的心中也都充满了 黑暗与绝望 但今天既然来参加这场成功学院研讨会 发现了爱多美 这道人生曙光 那么就请 就此坚信不移 坚信自己的人生 终将改变 坚信通过爱多美 能够成就人生梦想 只要我们坚守这份信心 毫不动摇 一路走下去 最后终将梦想成真 踏上成功之路 我们所打拼的目标 并非具有百分之百的成功可能性 即便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我们也应该为之努力 使其变为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五十 所有的成功人士 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日后 当你踏上成功之路 再回顾当初所走过的那段旅程 就会庆幸当初的选择 是多么的正确 成功人士的过去 大都十分灰暗 越是不堪的过去 又会造就耀眼的成功 你若觉得现如今的生活 十分不堪的话 那么 待日后取得成功之时 就可以对别人说 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 我还是坚持到底 一路走了过来 终于拥有了今天这番成就 届时将多么令人自豪啊 请把眼下的困境 当作是成功之路上的磨练吧 当初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按时 我开着一辆二百八十万的 二手加滑车 脑中所想的却是日后成功时 当我回顾开着这辆车 到处去奔走的场景 相信一定会满感慨的 因此 当时我总怀着一颗 坦荡自信的心 对经营会员讲 我会让你们开上雅客室 当时好多人不信 觉得我疯了 其实那些选择相信我 并跟随我一路走来的人 才是真正的疯子 是想一个开着 二手加滑车的人 怎么可能 给追随者 买来雅客室 给他们五千万 三亿 十亿奖金呢 这不都是痴人说梦吗 但我这痴人所说的梦 后来却都变为了现实 各位的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可能各位如今的生活并不好 上学时成绩并不好 做什么事都没能取得成功 所以才会觉得自己不可能 越赚三千万五千万 那都是痴人说梦 但我告诉各位 世界就是这么神奇 痴人所说的梦 终究将变成现实 各位一定要踏上成功之路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成功就等于 你所心爱的人的成功 我们可以为自己成就 这份均衡的生活 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 若想改变自己的人生 就要在脑海中清晰明确地勾化好 自己所憧憬的美好生活 你想住进什么样的房子 开什么样的车 怎么样去教育好子女 如何为父母尽孝 如何积极参与慈善义工 如何时常去国外旅游 我们应该把这些人生场景 放到自己的脑海中 写出一份自己今后美好生活的人生剧本 在脑海中 把这部人生剧本拍成一部人生电影 终日沉浸在这部电影里 并按自己的心愿不断进行修改 因为你就是这个剧本 这部电影的作家导演兼主人公 今后各位的人生轨迹 将按照你脑海中的人生电影而发生转变 这场转变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只需要三年五年时间 今天希望各位在自己的脑海中 好好勾画出未来的美好人生 再将其写在这部人生剧本上 感谢各位今晚的热情参与 好 我就讲到这里